男人会碰不喜欢的女人吗 说实话 男人的身体啊 可比女人诚实多了 大部分男人啊 对不喜欢的女人是不会有感觉的 哪怕女人再主动 再热情 她也会听从内心的感受去拒绝 但遇见喜欢的人啊 她就是不一样 她的内心是完全打开的 恨不得呀 每天都撵着她 想抱一抱 想亲一亲 哪怕是静静的待着 都感觉是无比的幸福 如果呀 你依然这样的男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 最近火遍全网的一段话 分享给你们 大病自我了断 小病自我诊断 生亦何欢 死亦何惧 待我雨衣丰满时 请允许我全身而退 祝我早亡 走得安详 切勿来生 人间再好 下辈子不来了 看似洒脱而悲壮的话 却道出了多少成年人的心酸 与无奈 在这里 我只想说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活在当下 年轻时 不拖累生你的人 年老时 不拖累你生的人 这辈子足以幸福 您说对吗 其实人都是有感情的 用心爱过的人 是无法忘记的 爱一个人很累 想一个人很痛 等一个人很苦 忘记一个人很难 有一种爱 明明深爱 却又说不出来 有一种爱 明明是煎熬 却又无法忘记 有那么一个人 每天 出现在你的脑海里 却又不能长相伴 有那么一个人 在你心里 在你梦里 在你脑海里 却唯独 不在你身边 他是你患得患失的梦 是你遭思暮想的人 爱到底有多苦 只有自己最清楚 什么样的男人最孤独啊 他不是单身的男人 而是他明明有妻子 有孩子 但是呢 却依然感到无理无缘 无人倾诉 他明明有家庭 但是呢 却感受不到一丝的温暖 他明明是呢 有妻子 但是呢 却没有爱人 他有婚姻 但是却没有家庭 每天朝夕相处 却形同陌路 关键是 还不能像单身男人那样 自由傻脱的生活 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 想念的时候 看上一眼 心里就会觉得很暖 牵挂的时候 问候一生 心里就会觉得踏实 孤独的时候 聊上一会儿 心里就会觉得满足 人生最美的不是风情 而是感情 爱情最美的 不是浪漫 而是珍惜 馒头被老鼠爬过 只要不告诉你 你照样吃的 津津有味 另一半出轨 只要你不知道 两口子依旧恩爱 这世上的事儿 这世上的事儿 只要信息来源单一 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会生活得非常快乐 有些事儿你别看清 看清心痛 有些事儿你别看懂 看懂伤情 给生活照上一层宝物 是对自我的保护 凡事儿太认真 苦了心 累了自己 千万不要强求留住一段关系 即使你非常在意 在这个世界上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如同流水 没有不散的宴席 要懂得 稀我者我稀之 嫌我者我弃之 时间见证人心 困境时得真情 不经一事 不懂一人 谁不识 不知深浅 未与人交 不知其善恶 时间是个好东西 它不仅教会我们如何成长 还验证了人心 结识了人性 不要总去担心 你身边会失去谁 倒不如问问自己 谁又会害怕失去你呢 你迟早啊 都会跟你最喜欢的人在一起 那个人可能会迟到 但是他永远不会缺席 所以请不要急躁 耐心等待他的到来 男人 你再勤劳 再孤家 再能干 再善良 如果你遇不到一个 珍惜你的女人 你照样失败 要么找一个在你穷实 不嫌弃你的人 要么找一个在你一无所有 默默陪你 不离不弃的人 要么你就独自一个人 你谈那么多愚蠢的感情 有什么用 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精力 糟蹋你的身体 谁拿你当宝 你就陪谁到老 谁若不珍惜你 你就把它换掉 你们信吗 人再好都不如命好 有的人一接婚 就有车 有房 有的人 却需要打劈半辈子 才能赶上别人的欺骗 有的女人 什么都不会做 老公把她宠成一块宝 而有的女人 什么都会做 却被老公 当成一根草 所以说 人再好 都不如命好 一只羊爱上一头驴 驴说 你允许我吼你 踢你 就证明你爱我 于是羊就迁就忍耐 接受驴子连体带吼 一年两年三年十年 终于羊离开了驴 有人问羊 十年都坚持了 为什么不坚持一辈子呢 羊的回答很感人 我用十年来证明我的真诚 但我又用余生 来捍卫我的尊严 我再稀罕你 对你再好 你若不珍惜 我也会选择放手 无论是生意 朋友 爱情 婚姻 所有的所有 懂得珍惜 才配拥有 用钱泡来的女人 不是真正喜欢你的人 真正喜欢你的人 不会动不动就提前 一个女人 真爱一个男人 是舍不得花她的钱的 一个男人 真爱一个女人 别说钱 连命都会给 所以 开口提前的 封文不给 给钱不要的 要命 也会给 记住了吗 真正爱你的女人 真正爱你的女人 她不会总和 异性聊天 真正爱你的女人 她不会去关注别的男人 真正爱你的女人 会为你拒绝 所有无关的男人 真正爱你的女人 不会在你背后和别的男人 爱美不清 真正爱你的女人 会做的让你足够的放心 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你说 对吗 如果有一天 我不再念着你 不是我爱上了别人 而是你 能摸得推开我 如果有一天 我选择了放手 是因为 你的不在乎 让我绝望 男人最好的状态就是 无论你的婚姻 性与不性 无论你的枕边人 忠于不忠 身为男人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婚姻并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下半生 拼的并不是你的老婆 而是拼你自己 拼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一个开心的一生 而像作为一个男人 最好的状态就是 眼睛里写满故事 脸上不见风霜 每天打理好自己 穿上喜欢的衣服 不羡慕谁 不嘲笑谁 也不依赖谁 悄悄的努力 悄悄的爱自己 吞下委屈 伟大格局 咱们改变不了别人 我们就改变自己 不要看不起任何人 有可能别人也看不上你 你再有本事 只要别人不求你 你在别人眼里 什么都不是 不管别人有没有本事 只要不靠你吃饭 就是别人的本事 不跟老公一条心 还把老公当成外人的女人 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这样的女人 一辈子都是个穷命 因为在她的心里 父母兄弟姐妹最重要 就连外面的朋友 都比自己老公亲 比自己老公好 认为别人说什么 都是为她好 自己的老公说的再多 她不听 更不信 一旦发生矛盾 她第一时间 就会教训自己的老公 让外人看尽了笑话 让自己的老公 受尽了委屈 说白了 她家所有的人 都把她老公当成外人 她是帮亲不帮理 还不懂得理解 老公的辛苦 始终嫌弃自己老公 挣不到钱 不懂得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 一味地向男人索取 你有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女人呢 也不懂得相互